今天要拍攝我們今天的全新單元 P牌 購物國 YEAH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o Mio 之前就拍了一條2萬元買手袋的影片 比較奢華一點的 所以今天就想來一個反差 昨晚就看到一個台灣的Youtuber 叫做進藤喜賢 我覺得這條影片很有趣的 我很想拍一個香港的版本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呢 我們來到Landmark裡面 選五個牌子 找出他們單品價格上最便宜的東西 如果想知道的 就繼續去啦 因為現在是聖誕節 交換禮物的場合 通常你有個名牌的紙袋 對嗎 現在立刻就看看會不會幫你選擇 打開原來裡面是地雷 現在我們第一站就是Rimoa 好 我們立刻去看看 可以試一下 那聞嗎 可以問嗎 好緊張 看著了 很多人 很多人 4分 好 來吧 5分後 沒事的 來 3 2 1 來吧 來吧 Hello 麻煩 我想問你們整個店最便宜 單品的東西是什麼 是什麽 我選了第一份了 下一站就去布蘭斯一格 你講你我講 你講 真的好尷尬 唯一堆唯一堆 好了 來吧 Hello 麻煩 我想問你們全店舖最便宜的單品是怎樣 可以看看嗎 可以 謝謝 你是不是只有一個顏色 對 好 我要這個 我們第三個品牌 也是我們最怕的品牌 就是Gucci 很多人很怕 去看看 Hello 麻煩 你好 我想問你們全店舖最低價錢的東西是怎樣 全店舖最低 我只能看一眼 好 謝謝 又完成了 現在我們準備去第四個品牌 TOTS 請問你們店舖最低的品牌是怎樣 這樣吧 好 就這樣 可以看看 現在我們就要去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品牌 被譽為神級衣服品牌 Chrome Heart 我想問你們店舖最低最低的產品是怎樣 好 是 好 現在我們回來即將跟大家開箱了 出奇地有些品牌是找到一些很特別的禮物 我想說我們去這五間店舖裡面 那些人都是很友善 我一開始跟Yoyo expect 那些人會走開你 你幹什麼啊 沒有啊 沒有東西適合你 我都以為是這樣 但他們都是挺好人 很友善的 我們首先開一些最猜得到的禮物 就是 TOTS 首先這個盒子 是有一個特別的聖誕氣氛 聖誕特別版的紙盒 猜猜是嗎 通常店舖最期望買到的便宜是怎樣 就當然是 鎖匙扣 它有三種顏色 黑色、啤色和橙色 我們覺得這個橙色已經是 它這麼多顏色裡面算是最鎖色的顏色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個 它就在上面這個位置有一點它的Logo 還有它這個是有扣的 即是如果你想扣一條腹路 這個我決定要送給我爸爸 因為我家是沒有鎖匙的 用密碼鎖的 我公司也是用紙毛 所以我是沒有鎖匙的 所以送給我爸爸 我爸爸可能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鎖匙這樣可以用 多少錢呢 對呀 這個鎖匙扣已經是半價 原價是1400元 現在減了的是700元 減價貨品 不能退換 但是它有個好處 如果你的鎖匙扣掉線 或者是金屬的位置壞了的話 你就算沒有單 你去到世界各地任何一間TOS 它都可以幫你製作 你幫你電話就行了 第二件不如我們說Chrome Hearts 因為它不算是一個很大眾的品牌 但是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品牌 因為我覺得它們的accessories是很漂亮 上當年借庭豐穿了Fever 去到後期可能G Dragon戴 都是很漂亮很正的 究竟在Chrome Heart裡面 假設這麼高尚的一個 Jewelry Brand 究竟它最便宜的是什麼呢 看看袋子 難道是戒指 是什麼呢 是整個店最便宜的 抹金布 大家都知道抹銀和抹金是不同的 是兩種布 但是除了抹金布之外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很喜歡Chrome Heart的火柴 大家知道在Chrome Heart 購買任何一件東西 無論你是買一隻十多萬的戒指 50元的抹金布 都會送一個火柴給你 它真的是一個普通的火柴 但是它的盒子很漂亮 有Chrome Heart的Logo 有時候可能你去到別人家 看到很多Chrome Heart 這裡一定會買很多Chrome Heart 這麼多火柴 其實它可能會買很多塊布 那究竟它多少錢呢 剛才它說是多少 不是 我說不要 你不是說買一個 還是買一個 是嗎 OK 買一塊50元的抹金布 50元的抹金布 剛才說了沒錯 這個抹金布是成為50元 下一件事就是 Green Mower 在這個尺寸就知道不是Gip 這件事我覺得算是蠻實用的 Rimower的一個小袋子 袋子裡才是賣的 包袋是送的 Ka ching 貼紙啊 Rimower的店裡有很多一些貼紙 給大家貼在你們的行李箱上 只要買到三張貼紙 它就會送這個袋子給你 我們本身都沒有打算買這個袋子 它說了一件事之後就覺得 好 買三張貼紙 它就是這個可以用來擺口罩 Giorgio選了三張貼紙 這張貼紙是Ambush和Rimora的一張貼紙 而且Rimora的店員是非常甜蜜的 很好人 充滿笑容 她的收取位置挺特別的 打了之後 她有她們的卡片 剛剛Serve我們的女生就是這個 Josephine 很甜蜜的一個女生 究竟是多少錢呢 60元的 即180元就可以擁有這個袋 其實我覺得這個挺划算 所以如果送禮200元以下的禮物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來到第四份 就是Gucci 我一開始入店的時候 我已經猜到它最便宜的應該會是香水 但是竟然不是 先看看包裝 它的盒子包裝得很漂亮 哇 那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一對 蜜就被買了 一個適當的Mix and Match 可以配出一個好的效果 這款就類似Ruffle Socks 好像有荷葉邊的蜜 女生配適當的高跟鞋 或者平德鞋 很好的點綴 很有一種娃娃氣的感覺 而且它的物料應該是Lang 而且它的荷葉邊也做得很好 這個是價格便宜得來 很實用的一個單品 那究竟要多少錢呢 它的價錢是 1050元 這個是最便宜的 全店舖 來到今天最後一項單品 而我覺得是 這麼多間裡面 最棒最棒的一個單品 一般的口罩 比起一般的口罩不同 就是它的形狀是很特別的 瘦面口罩 對 瘦面口罩 可以洗的嗎 可以洗的 它是WURB的廠 它的物料比較親膚 而且內衣物料用不到 每一次用完 用凍水洗就可以了 沒錯 這個口罩只要用凍水洗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口罩 如果你想要有保護性質 就要買一個濾鏡 現在我沒有帶濾鏡 但它是透氣的 舒服的 真的你想想 你拿去交換禮物 全晚一定是你第一 不用想 我們看到有其他品牌 也有出口罩 也很漂亮 但就超過了它們最低的價格 在想要不要拍一條影片 專門說口罩 如果你想看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 那究竟這個口罩多少錢呢 揭曉了 950元 所以 如果大家想找一個很漂亮的口罩 不妨試一下這個 但它就只有黑色 現在就開了這五份禮物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單元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也會繼續拍的 如果想看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 like這條影片 comment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